各位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要来进展的部分是Google Analytics 一些上次的内容应该是属于驾站 然后接下来带各位去玩一点Power BI 去做一些网站分析而已 可是我们都还没有写任何的函式 我们今天要再提升 可以的话我们至少先分析一下 自己架的那个网站 它现在的流量是如何 既然网站分析最重要应该是流量 那会牵涉到的应该就是使用者 我们有几个使用者来到我们的网站 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了这个网站的一些资讯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进展到 例如说它到哪些网页 对哪些网页是有兴趣的 甚至它是用什么工具来去做下载 来去做网页的观看 好这就是网站分析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先到自己的网站来去观看一下 好所以我们快速的 先打开自己的Google 打开自己的Chrome 然后进入到自己的Google Analytics 好来画面借我使用一下 首先哦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就打开Chrome 打开Chrome之后呢 好我们 当然就先 预设应该是到Google 到了Google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先进入Google Analytics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网站 它必须要先透过自己的账号密码来去做登入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登入我自己的账号密码 登入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稍微注意一下 你的左上角 左上角应该就是一个自己控管网站的一个切换 因为一个Gmail 它可以控制 例如说它可以分析25个网站 好 所以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首先先切换 切换到自己的这个网站 好 所有的网页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边我们来观看一下 这是一个一周的分析 就是从1月16号分析到1月22号 就是昨天 昨天之前的连续7天的分析 好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最关心的应该就是使用者 它把使用者的一个变化就放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总共有 例如说 66个使用者 66个使用者 本周来看自己的这个网站 那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工作阶段 工作阶段的意思是指说 总共观看 我不管是看哪些的 例如说网页 反正就是 如果他看一个网页 算一个工作 好 那也就是他看了85个网页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可以去算说 那个他在这个网页里面 哪些网页被浏览的次数 好 还有 跳出率是什么意思呢 跳出率的意思就是说 看一页就跳走 跳出嘛 跳出 看一页就跳走 跟看三页才跳走 也就是说 他只到了某一页 看观看完毕之后 他就跳走 好 这个跳出率 我们可以当一个检视 就是他喜不喜欢我们这个网站的一个判断依据 好 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有没有看到工作阶段的持续时间 这所指的意思就是说 他停留在一个网页 停留多久 因为我是属于一个教学性质的网站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教学影片 所以他应该会留下来去观看 那这个工作阶段持续的时间 你们可能不会很长 例如说 假设你只是放一个新闻稿 那看完新闻稿 可能五秒到十秒 请问你的新闻稿 如果他有兴趣 你觉得他大概会看几秒 大概现在大家都是用速读 只看图片 不看文字 那没兴趣 立马马上跳走 所以这个工作阶段的时间 就是指说 他停留在这个网页 然后花了多久时间 自己都可以再去算一下 好了 那下面还有一些内容 你们就可以去看 不过比较注意的一件事情 他是这一周跟上一周 这一周跟上一周的一个比较 举例来说 使用者有增加了 工作阶段有增加了 然后跳出率也有增加了 工作阶段停留的时间也有增加了 好 那这点就请各位 现在去观看一下 那这边还有一个叫做活跃使用者 活跃使用者定义应该是指说 不是只来一次 他可能来了好多次 好 那他又分就是说 这七天来两次以上的使用者 14天来两次以上的使用者 好 那目前现在的活跃使用者是零 好 大致上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 你自己再把下面资料去观看一下 重点 先看这一页 先看这一页 因为我们今天要教你 我们今天要教你 就是说如何去画出来这样子的内容 可是我觉得前提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们是不是要学网站分析 的一个计算 或者是视觉化的呈现方式 那在这个地方 你就要知道 一个网站 最重要就是来看这个网站的人 好 所以就是使用者 第二个就是 我到底哪些的网页被观看 对吧 这个叫做什么 工作阶段 可以吗 好 然后剩下就是衍生出来的一些算法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看 请问实用的是怎么分一个人 他是用IP吗 他是用make address 只是我们没办法去取得这个资料 如果今天用电脑跟用手机会算两个人吗 当然算两个啊 绝对算两个 两个哦 好 两个 他不管你是不是登入者 甚至 甚至哦 对不起 再借我一下 甚至哦 他最后他还可以分析这个目标对象 你看哦 我现在就随便举一个例子 我还是看目标对象好了 然后去看 使用者多层检视 好 这些客户ID 就是他去记录 这一个 这个浏览者 他的make address 好 他记录下来咯 他给他自己取一个编号 自己取一个编号 然后 这一个编号呢 点下去 他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分析说 他什么时候来 OK 那现在哦 现在就是说 这个IP不能够变来变去 什么东西不能变来变去 那就只有你的make address 你也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what is my make address 都查得到 可是问题是我不可能一台一台去帮大家去查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分析这种东西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哦 每一台电脑都 除非你不能上网 除非你没有买网卡 所以他觉得他用这个make address 是独一无二的 来去当作是使用者 所以你今天如果说是手机 手机不是也会有一个手机的make address吗 OK 他就是在记录那个make address 所以你用手机观看跟用电脑观看 他就会视为是两个人 这样可以了解哦 他不是用使用者账号登入来去观看这件事 因为他要记录的不仅仅是那个只有就是已登入的客户 好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就请你们去观看一下自己的首页 自己的首页咯 然后重点我真的希望你们去思考一下 它里面最重要的重点就只有第一个使用者 第二个就是你的网页被多少人观看 好来请你们来去检视一下自己的一个网站 然后被多少人浏览 顺便我也去看一下你们的一个成果 这以后更多的数字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老师这边我都是零呢 好这个现在因为可能还不到一周 或者是因为网路它没有很快的去跳出来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你可以去测试一下 例如说即时总览 好了那我就用我的 我自己用手机 我自己用手机哦 然后就直接我用手机嘛 然后直接去透过Suffer来去找孙在阳电脑教室 好您看一下我现在是不是进入到孙在阳电脑教室 然后 然后这边是不是就直接跳出来了一个 然后接下来他进入到是首页 那例如说我现在先切换切换到这个 呃 过的文书处理好了 好然后我顺便去播放一下 你看一下这边这边是不是又多了一个 然后这一个他就是切换到 好你有没有发现请问一下哦 这样子的话我的工作阶段算是两个 可是可是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他一次呈现一个 代表说这个使用者是同一个人 好了反正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这这样子来去观看定义什么叫使用者 什么叫活跃使用者什么叫做工作阶段 好那他在算一些什么跳出率 还有算一些网页停留的时间 像例如说这边是不是会有经过的时间 他就开始累计 好在这个时间大概停留多久 这都算得出来的 好那我想你们也可以自己去玩一下 自己玩一下检测一下 我想应该都会得到你满意的一个情形 可是接下来我们就要去透过这些资料 来自己学会画这些图 然后自己学会来去分析这些资料 好请你们自己来透过首页 而透过即时底下的总览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information 或者是 我们下 Peace 跟我们下 我们下 我们下 保 ad